哈喽,到了到了,我到那个周山的那个普多山景区了啊,哇,风好大,天气很好,很凉爽,舒服舒服,哈哈,哇,这个看起来跟布达拉宫一样的啊,你们看一下,这个像不像外面看起来像布达拉宫一样,每次来我都有这种感觉,这香多少香,嗯,就普通这种香,那二十到三十,那下面都有价格的,啊,那就三十,那下面都有价格的,啊,那就三十。 给我拿一个,好吧,啊,你找我是吧,好的,啊呀,身份证忘带了,啊,给你们看一下票价啊,往返,往返的传票,是六十块钱,你快艇的话是单人,单纯,单纯的啊,其实啊,手机上能预约,我今天来的比较赶,没有预约,如果预约的话,直接取票就能走,然后这里,武陀山的门票是一百六,往返传票六十, 好,我们买票,哦,安检,啊,加入烧香大军,哈哈哈,蛮多的啊,今天,哦,进来了,看看往哪儿走,武陀山,文明排队,哇,因为来了比较晚,已经一点多了, 所以我买了快艇票,我看看是走哪里的,问一下,哎,你好,我问一下快艇票是走哪个通道,快艇是那边商务快艇,商务快艇是吧,VIP这个是吧,好,谢谢,啊,人少一点,普通轮度的话人就比较多,啊,走嘞, 对,我怎么记得过以前来回家门票才两百多块钱,这次单程的要两百七 少个码 好 谢谢 商务快艇 后车厅 左转 票价应该涨了 我之前来是270 来回快艇 现在是那个单程 270加门票 快艇就这点好 速度快 你上岛比较方便一点 上次 我们三月份来的时候 碰到大雾了 然后在岛上 滞游了三个小时排队 可以走了吗 先坐一下 10分钟是吧 好的 到了会叫的是吧 会叫你们 好 谢谢 好 后车厅 前三年之约 还对 前面不是车 太美了 哦 前面不是车 一般你有个什么车厅 哦 走累 转弯 嗯 没没错 就是这个船 涨价了 哦 每次看到大海就想到我那个兄弟 哎 看到大海都是哇哦 哈哈哈哈 不过我也是啊 那时候年纪还轻 20年前 第一次看到海很激动啊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13岁的时候就来过 咱那时候跟父母来嘛 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能上二楼吗 不能上 啊 啊 好走 啊 能站外面吗 没有外面 哦 好 谢谢 啊 只能这样啊 哎呦 吼 看一下啊 周山的海 那我们这里的海就是比较黄 这个船上 商务船还送了一瓶水 小的啊 然后呢 再一点蜜剑 蛋黄卷 再一个酥 啊 就这些东西 还行 跟电电机 因为山上其实路还是蛮远的 走上去大概要两点多公里 我打算看看今天人不多的话 我还是坐个大巴上去 不然的话 走上去有点累的 好晃啊 呵呵 好晕 我又晃 哎呦 小波浪船 哦 这个让我想起了 三年前我来出海 去海调 啊 那个拖网船 包了个船嘛 然后他说 捞上来的余货都是归我们的 然后床上是我站在最后 难受的要死啊 真的是 屏住不吐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我站在船后属于那种幅度最少的那种 但是呢 站在船后有个什么不好的 我们其他小朋友吐了 天呐 那个味道你们知道的啊 嗯 我闻的就是不想吐的就都想吐了 啊 啊这里还有一道检票口 呃出去的话是要留也要留票吧 你这个是快艇是吧 哎对啊 没用了是吧啊 好谢谢 好嘞出发 哪就这个地方 三年前在这里被这里堵了三个小时才能回去 大雾 哦 葡萄山 啊 这里是都下来的游客 返程的 哇 现在才几点 现在才两已经两点了吧 我才刚到 天呐 一圈下来 呀 今天没有公交车耶 是在前面好像 啊 哇 没有公交车呢 走过去有点路了 待会还要回宁波 嗯 落家山码头 往前走吧 哦都是下山的人 好多人 哦 人很多 还好我个子高啊 你们看的视角比较好 啊 南普陀 回头是岸 第一佛国 哪里啊 这个好漂亮 啊 看到了 回头是岸 第一佛国 这应该是以前老的入口 啊 啊 这些 烧香的 哈哈哈 烧香阿姨 我也加入烧香大队啊 嗯 天气真舒服 哦 这里地上啊 这里啊 还有那些 小吃店 都在摸 送餐 送餐 送洗手间 是吧 我们在说是鸿海 但是没有啊 哈哈 都在摸 摸一下摸一下 摸大嘴 哈哈 摸到包浆了 好玩的 中国人啊 还是有信仰的 很好 哎呀我又忘记一件事情了 这上面要用零钱的 我没带 他买那个那个进佛斯的那个门票 一定要 一定要人民一定要现金买的 我没带 好的 待会边上买点吧 那给你们看看这些吃的东西 都是一些连锁品牌 大凉水饺 啊 德克市 咖啡 啊 观音娘娘 看见了吗 有点远啊 秋山啊 这个普陀山的那个岛的西面 那个海水就比较黄 另外一面的话 海水就清澈起来了 啊 看看不远吧 走过去其实还蛮多路的 沙滩那边 还有很多人在玩 啊 这个旺山跑死马 我还是那个坐大巴车算了 啊 坐大巴车 马头向前500米 直接上去 各位游客 马头向前500米 这里说南海关一向前不行 首五分钟够了 我记得是不行 还是有点路的 扣音过去是吧 今天是只能走路过去是吧 好好好谢谢你啊 好吧 今天只能走路 走吧 说是十五分钟啊 我看看我怎么看看都不像嘛 这直线狙击十五分钟 而且我走过来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就看这块牌子 十五分钟 因为还爬山绝对不止 不过他两边 有一个东侧上山和西侧上山 走吧 那今天不能坐车 那他还是自己步行上去 啊 前前点 开始建步模式 啊 到了啊 好东边 观景台 今天水也是很黄 哎 风好大好大 不知道这段收音怎么样 风很大 哎 风哇哇吹 呀 今天不用买票 改了 这蛮好的 我们以前还买票 你知道 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还念念叨叨叨上来 一直念叨叨叨要买 要拿钱 你看 以前就是这样 只收现金啊 我们最早收两块 后面四块 现在变六块 那今天行 不知道为什么 难道是清明的关系吗 哎 这个蛮好的 不是 钱的问题 是要零钱稍微麻烦一点啊 因为现在也没人带零钱 啊 莲花 上山 有个说法的 脚踩莲花 啊 一个个走上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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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踩上去 脚踩莲花 哇 好漂亮 欢迎福萨啊 香火好啊 哇 大家往里走 不要躲在路口 请相处在里面前方 哇 都在烧纸啊 烧的香 香火很旺 南普陀啊 有太多故事可以讲了 啊 我们上去看一下 啊 万佛万神庇佑 感谢万佛万神庇佑 保佑 保佑 全世界 七十一人类啊 往前走 我们上去看看 好多人 上面有好多人 都是 来烧香许愿的人 好多人 都在拜拜啊 都在拜拜啊 虔诚 都很虔诚 很多人都在拜拜 嗯 南海观音像啊 普陀山 南海观音像 全高是33米 同向高是18米 下面这个底座上上去是15米 所以一共加强是33米 这也已经比较高了啊 好像据说最高的是在 日本吧 那个好像有 七八十米 我印象当中啊 好像是 玄兆 哇 看到吗 这里就是刚才我走上来的地方 上岛的地方 其实也还好啊 不算很远 漂亮漂亮 三年之约啊 如期完成 三年之约达成 啊 看看 这么多香客 下面 点香的地方啊 全都是人 一样一样的 四大天王 守南天门 这个是感觉 哈哈 看起来吗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 啊 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 保佑全球七十亿人类 从中国十四个同胞 健健康康 平平安 顺顺利地 生活能航通 保佑全球 保佑全球 在这次地震中 都能够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受灾的地区 能够快速恢复 所有生活都能恢复如初 谢谢观世音菩萨毕业 好 啊 多大吧 我们去那个 多大吧 我们去那个 法喜寺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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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少马的啊 少个马 十块钱 下来了 我现在去法语寺 啊 给你们看一下法语寺啊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哦 法语寺到嘞 大门 海天佛国 海天佛国啊 往里走 好多人在拍照 啊 去看看 每次啊 到这个时候 下午三四点 在庙里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一种无比庄严的感觉 人啊 就在佛像面前就会变得很渺小 这个西洋照进佛堂啊 西洋照进大殿 然后你抬头看着啊 然后抬头看着佛像 突然会觉得很渺小 哇 今天这免票 这好日子被我碰上了 哎 转翻了转翻了 刚才南海观音像这边也免票啊 这里也免票 啊 好的好的好的 哈哈 转到了转到了 转翻 阿弥陀佛 尊敬的乡游客 啊 四大天王 啊 啊 尼勒佛 嗯 啊 我拜拜了啊 不给你们看 啊 后殿 我们出来了啊 玉佛殿 这个是 一边啊 尼勒佛之后 我们那边那个 相机寺 尼勒佛之后 就是大成宝殿 这也是玉佛殿 看看 各位公司来啊 先看看边上 啊 千手观音娘娘 这个好漂亮 啊 啊 这个是千手观音娘娘 好漂亮啊 啊 给你们看一下 啊 这里很大哎 我居然没来过 上了这么多次岛啊 啊 就去的普祭寺和那个 这个观音娘娘巷这边 这边 这里可以点香 哇 这这这这这这 他们叉了你呢 嗯 我很好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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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释迦摩尼佛 哦 给你们看一下 啊 看完就好了啊 我也要拜拜了 哇 这里还有个楞岩坛 看见了吗 有一个著名的楞岩精 哦 金刚精 嗯 这我要拜一下 楞岩精是教你看世界的 金刚精是让你看透自己 这个蛮好的 我要去拜一下啊 给你们看一下啊 哇 这个是 九龙宝殿 啊 我去看一下啊 这里就不多说话了 哦 感谢万佛万神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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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块石头是什么石头 浴石嘛 看看 有有讲解吗 哇 哇 这个石头漂亮的啊 啊 果然 每一个庙里面都有一个大雄宝殿啊 这是在最后的一个了 是大雄宝殿啊 你看一下 哇 人气也很旺 好多人啊 哇 出来人好多好多啊 你看 这里走到码头 大概四十五分钟 四公里 但是这坐车人 你看看 这么蛇型的 油脂型的 排了这么多人 天哪 墨班是 那边写着啊 墨班是五点钟 墨班车 十块钱 四公里 说不远嘛 也有点远 说近嘛 也不近 哦 终于出来了 哦 刚才那个 人多的 真的是有点吓人 因为我去年二月份啊 被困在岛上六个小时 我们也是四点多 到那个码头 然后那个码头碰到大雾嘛 然后船就开不了了 然后说有可能要滞留 当晚再滞留在岛上 那时候二月份很冷 看到刚才这么多人 我有点阴影 然后赶紧买上商务票 从边门能够走VIP通道直接走 现在下来了啊 看一下啊 现在是五点半啊 那个今天走了十一公里 有点累啊 有点累 刚才连摄像机也没电了 来不及拍了 好了 我现在回宁波了啊 到宁波再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出发